目前国内游客比较多的集中在越南的县港 衙中等等近海度假区 据当地地阶社反映 游行示威活动暂时没有对这些地方产生影响 不过我们的记者从沪上的旅行社也了解到了 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 目前赴越旅游的退团工作已经全面的启动了 已经报名的游客可以获得全额的退款 记者在春秋旅行社人民广场门店了解到 从上周四至今 已经有十多单报越南团的旅客前来退团 旅行社均全额退款 另外春秋已经暂停组团前往越南 现在基本上都退掉了 因为报的人局势也不是很稳定吗 报的人不多 我们现在是全部停止了 目前是全部停止了 然后是不建议客人去 除了春秋 沪上多数旅行社也表示 会暂停组织前往越南的旅行团 而对于一些已经抱团的旅客 仍坚持前往的 旅行社表示 如果出团会特别留意当地的局势和安全 记者梁卫浩报道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 栏目惆